好 那麼這期台鐵70年來 最為嚴重的意外事故發生之後 各界檢討的聲浪不斷 國民黨在今天召開記者會 要求行政院長蘇貞昌 必須要跟交通部長林佳龍 一起來下台 對此蘇貞昌回應了 他說目前除了出軌的意外 政府還有好多事情有待完成 也必須要負責 那麼另外一方面 外界也不明白說 這個衛福部設立的捐款帳戶的 善款流向為何 衛福部長陳時中 在今天也親上火線來說明 他說會設立委員會來做監督 一定會專款專用 台鐵太魯閣號事故 讓各界誠心祈福 希望臺灣平安 也有不少人在問 該怎麼幫助罹難者以及傷患 國民黨也在此時呼籲 除了交通部長林佳龍以外 行政院長蘇貞昌 也該負起政治責任 有想過嗎 蘇貞昌也要一起下臺負責 像現在疫苗二十萬劑進來 另外焊象也越來越嚴峻 一直還沒有解決 政府要做的事情很多 我們都要負起責任 蘇貞昌五號下午 臨時新增行程 到臺鐵視察 並聽取救災相關進度 對於藍營的炮轟 他認為自己還有其他責任 但除此之外 衛福部在二號成立 鎮災專戶 短短三天 已經募集超過六千萬善款 但也被外界質疑捐款 流向不透明 衛福部長陳述中 親上火線回應 並沒有強制說誰要怎麼樣做話 大家盡心 在意外事件之後 不管是體制的裂痕 還是受影響的民眾 政府該做的事 恐怕還有很多 華視新聞玩的 劉怡君 陳世雅 陳之雪 李宏傑 黃瑞玲 台北報導